來這個線上的這個網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我們這一場是這個臨時的直播啊那個 非常榮幸啊在線上跟這位這個 我跟這位 這位 該怎麼講呢 這位 先生神交已久啊沒有機會見面但是我們在網路上面其實蠻多的交流 這個華東師範大學台籍的副教授林哲元林教授 哲元兄你好 好 傑特兄你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好 哲元兄這個 今天呢這個跟你的這個連線呢其實就是說你還是你還特別跟我講啊就是說你對這個議題你想要發表 就是關於這個賴清德我們的賴副總統他前一陣子 投書這個叫華爾街 華爾街日報 他講的這個內容 你就說哇這個內容 太莫名其妙了 我一定要來 怼他一下一定要回復他一下 反駁一下一些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開了這場直播啊 讓 哲元兄你來這個 大書 特書一下 好 哲元兄那你對這個 我要先跟觀眾朋友介紹就是 如果有這個觀眾朋友還 對這個 哲元兄蠻陌生的話 如果你們在這個可能台灣的一些朋友會比較陌生啦 但是 我相信大陸朋友你們在很多平台應該有看到這個哲元兄的這個 一些相關的影片喔 哲元兄是台灣人 但是很特別 華東師範大學你教的是馬克思主義對不對 我其實在新聞傳播學院 講那個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 那具體內容是什麼 這個很多啊 太多 馬克思主義有趣有趣有機會在私下跟你 那個請教一下 所以就是說這個 台灣人在這個華東師範大學教 馬克思主義相關的這個學問這個是非常特別的啊 那我們今天要要要跟這個 哲元兄聊的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啊就是來 講這個賴心得最近的這個 投書的內容啊 哲元兄你有什麼特別想要回應他的 好 來 喔 轉圈圈 哲元兄 你轉圈圈了 你剛剛轉圈圈 好 沒關係再來再來 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來來來 好 就是這個 咦我這個網路又 好 可以現在可以 我現在人在人在上海 嗯嗯 然後 當然我也 這個 從小在台灣長大也很關心台灣 這個在發生的事情 嗯 比較關注 嗯 然後其實我最近是都在忙那個學生論文 嗯 但是 這個指導學生論文的時候你會遇到有一種問題 就是學生有些論文啊 就是邏輯很不清楚 然後事實呢 一些概念呢也是混來混去 然後通常呢這樣的論文我們都 我就會給他們 批評然後跟他們 彌清 然後我看到這個 賴清德在這個美國的這個保守派的報紙 華爾街日報的這個 提為這個 我保衛台灣和平的計劃 我還去找他那個全文出來看 嗯 看了以後我真的覺得跟我那個 有些 有些寫的比較混亂的學生論文 有的一聽喔 然後越探我會覺得這是一篇奇聞 所以 說哎呀 正好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就是一起來 交流交流 好 好我們來齊倫共賞來 齊倫共賞 好 首先他他叫做是這個和平的計劃 嗯 我們先不說他 談得上談不上一個計劃啦 翻成中文也就一千多字 他的標題叫做我保衛台海和平的計劃 My plan to preserv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我保衛台海和平的計劃 好來哲一向你繼續 然後這個 這個文章裡面 就是一開始是 是充滿一種 充滿一些 把和平 和民主 混在一起的這樣的狀況 嗯哼 我們說這兩個 概念都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標 可能大家理解內容有一些 差異但是肯定都是一個好字 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更應該要釐清 他們之間的區別 你到底是在談和平還是在談民主 嗯哼 然後 好那我們先說這個 民主 我們先說和平吧 好 那你是指說不同的這個政治 實體吧 或者說其他 大家有不同的這種爭議的時候 要以和平的方式避免戰爭 或是以軍事衝突的方式來解決 嗯 那他是很複雜的有各種 比如說國際國內 各種因素 政治經濟文化的因素 交錯產生的結果 嗯哼 而民主是一個 內部的政治制度 可能他有一些基本的原則 比如說公民參與 政治的這個 失誤的公眾意見反應 嗯 那台灣的理解的民主 大概就是代議制 這個其實也有爭議 但我們就是用台灣的代議制的民主來講 這也是兩回事啊 對 對不對 但我們說他有一個邏輯 他的邏輯就是說 因為台灣實行了民主 所以 台海和平就受到破壞 其實他整篇文章是這樣 但這個成立 我們今天說代議制民主 嗯 大家別忘了 代議制民主我們就覺得台灣 一人一票啦 可以選選舉啦 各級的這種 民意代表 還原 但是 民主也曾經 代議制的民主也曾經選出 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的希特勒 他是一票一票選上去的 對 大家別忘了 然後他對外侵略 他對猶太人進行種族的 滅絕 這個都是民主選出來 所以民主就算是台灣講的這個代議制民主 也不一定是能夠 帶來和平 這個是我們就衝向講 先不講那個 台灣的這個民主的狀況 對不對 然後更不用講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各種 不和平的狀態 其實有是內戰 宗教衝突 有各種地區的 各式各樣的 不是都跟民主有關 在民主國家裡面 台灣標準的民主國家裡面 也有各式各樣的 非和平的情況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這篇文章 他其實是一個中心的思想 就是把這些複雜的各種 這各種 造成目前 既然在 既然這個 這篇文章說要 賴清德要 要保衛台海和平 可見他也承認台海和平 我說台海的現狀是 有 有這個 不和平的 這個可能 或者已經有這個不和平 和平受到威脅 需要保護 台海的和平是需要被保護的 對 對 但是他 只把他 歸於喻說 因為台灣是新的民主 所以和平又是受到威脅 那我們 這個邏輯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就是說 你想像一下 就包括他一開始 他這個從他自己 那時候什麼 他一直從 一開始到最後都 談到一個時間點 是1996年 他說1996年的那次 這個這個 發生這個我們都知道這個台海危機 他說這是改變 他的人生軌跡的一個契機 他說 他說這個軍演 是要迫使 這是他的文章的內容 迫使我們投票給專制政權 所期望的候選 我剛才跟傑克松 在這個開始之前 也有共同的想法 哎呀我就想到這個1996年當選的是李登輝 連戰這一組候選人 對 那他講說那個 他認為那一次的這個 台海危機就是大陸進行軍演 是希望都給專制政權 所期望的 對然後最後沒有成功 所以也就是說 李登輝這一組是非專制的 那專制的那一組 難道是民進黨的這一組嗎 那我說你這個對這個 當時代表民進黨的這個彭敏敏 謝長廷 情何以堪啊 對啊 我就很奇怪啦 那你講的這個 這個沒有當選的 啊沒有成功的 沒有這個專制政權所期望成功的這個候選人 都不包括彭敏敏跟 謝長廷這一組啊 對對對 而且就就很奇怪啊 那你 作為一個民進黨的黨員 你到底在1995年的時候 你是支持李登輝 還是支持彭敏敏 沒錯 沒錯 我們就想問你這個問題 所以他的這個 軌生軌跡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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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點就 蠻有意思啊 然後另外一個 事實上那一次的軍演 不是到1996年才有 事實上1995年底就開始了 而且他的原因是很明確 是1995年的6月的時候 李登輝去康乃爾大學 對沒錯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大陸在1995年 那你 1995年底就已經進行軍演 1996年3月又進行了一次 那我就想 這個李登輝去康乃爾是在 在他的競選活動 是這個意思嗎 那 那還是怎麼回事 就是這個時間點都是 都是這個 錯誤的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再來想看看他講說這個 他沒有成功 所以後來台灣民主經過了蓬勃的發展 那我們就想到 到底就在問你這個蓬勃的發展 可見我們知道 李登輝那是當選對不對 2000年到2008年兩屆是成功的 後來 2008年又有馬英九 對不對 然後 這個之後 現在就有蔡英文 那你肯定這些都是台灣民主蓬勃發展 的一個現實吧 對不對 難道這 27年 都是 大陸都 都是介入嗎 或是你說的這個什麼 台海 都沒有和平嗎 是很顯然 至少在馬英九執政的那8年 馬英九因為承認9月公司兩岸展開了 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包括什麼山通 對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被 威脅 你是說馬英九就不民主 你前面不是講說同質民主蓬勃發展嗎 對 那那8年就不算 民進黨當選的才算民主 他可能少了一個括號啦 馬英九那8年除外 他忘了括號 是啊 這很顯然嘛 你這個 台海發生這種緊張 跟誰當選沒有關係嘛 而是你這個當選的人所主張的政治主張有關 你不能把這兩個偷換過來 你說這個 主張 主張台獨的 然後 否定這個一個中國原則的 然後發生了兩海奇蹟 發生了兩岸的緊張 尤其是最近幾年 你就說這個是對民主的威脅 人家 2000年到2008年沒有啊 對不對 你要嘛他是不民主 對不對 但是他又你又講說後來就 這27年就蓬勃發展 那你又不承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兩岸關係的轉惡 跟 跟這個誰當選 這個 就是他們一個一個這樣的偷換 說他就是要為了我們 而且事實上也不是他還沒有開始選舉 事實上 就已經95年底的時候已經有軍演 所以這個都很 就是就是你看起來好像 已經不是似是而非 就是 很沒有邏輯 在這個行文之中一個一個把他換過來 沒有邏輯 然後那你說台灣反對一個民主 我就講一個 一個 我估計台灣很多朋友不知道 民進黨喜歡講他的這個所謂民主運動 始終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美麗島事件 或是說這個高雄事件 1979年底 12月的時候 然後後來 然後國民黨抓人 然後這個什麼 美麗島的軍閥大省 這個可能現在的教科書裡面都當成這個大書特書的 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轉折 大家知不知道 在 1980年的時候 然後大陸的人民日報 是有報導 這個他們叫高雄事件 而且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唸一下這個是 這個現在其實在台灣的這個 學校裡面 大學裡面 其實那個資料庫其實是能查到的 1980年4月22日 人民日報 報導標題是 反對台灣當局製造高雄事件 迫害台胞 強烈要求取消對黃信介等 人民的無理判決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人士 取消戒嚴法 保障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 而走愛國統一道路的神聖權利 這是他的標題而已 而且事實上他裡面還有很多 包括他講了 我們反對台獨 但是我們 反對用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迫害台灣 台灣同胞要求解除戒嚴 然後 保障人民的 民主的權利 這個是大陸 大陸支持的 而且你要知道這個人民日報 是 大陸的這個 官媒 最高級的重要的黨報 對 而且不只一篇 很多篇 我稍微看一下 9篇左右 從 1980年1月就有 包括美利勞大審 宣判以後 他們又寫 而且在大陸在4月 就是在這一篇的時候 其實大陸還組織了 就是在 北京的台灣 台胞 來 這個聲討啊 要求這個釋放 防線戒嚴然後什麼什麼 這個事情 如果他 大陸是為了要民主化 為了要反對台灣民主化 那為什麼他這個時候會有這樣的報導 對 對不對 或是會有這樣的立場 對 那所以 這種 大陸很明確的講 支持台灣解除戒嚴 釋放政治犯 反對的是台獨 而不是反對台灣實行民主 如果說 美利島事件是台灣民主運動的 一個高峰或者是一個轉折 大陸那時候就應該寫來 軍演反對 對不對 解除戒嚴的時候大陸也應該反對啊 1987年台灣解嚴的時候 對 所以這個 你說 因為民主 所以大陸反對 這個是台灣很普遍的 或者民進黨宣傳 包括這個文章裡面 這個是 這個是不符合事實 而且他基本上偷換了這個 兩個概念 然後再往後 那個文章 大家可能都看那個4個 4個堅持 那我看他前面另外一段 四大支柱 你看他前面 但我這個其實沒多少字 大家去看一下 他其實就是在內 毫無邏輯的拼湊 譬如說他這個 對前面那段以後再來有兩段 在拼湊各種 這種西方訪華的 那種宣傳 譬如說他說因為中國大陸的實力增強 這個是事實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問你 中國大陸 有像 美國這樣到處去輸出戰爭嗎 有在全世界設幾百個海外基地嗎 有為了販賣軍火 然後希望各地發生衝突嗎 對不對 然後他這樣排比 他說大陸軍事實力增強 然後呢 香港 香港什麼世界 下令 項令鎮壓香港示威者 新疆載教育營 然後山洞南海衝突 企圖升高 台海軍事衝突 等等 都是中國搞的 對他把這幾個都排比下 那我想問一下 香港的動 香港的這個動作已經很清楚 有外國勢力介入 對不對 你新疆 新疆你就是 你到現在 你有拿出什麼證據 對不對 你說真正種族滅絕 是歐洲人幹過的事情 對不對 你說把那個再教育營 就說成是 所謂的種族 你這個 都很荒謬 然後領土爭議 南海的領土 爭議 這個不是現在才有 嗯 這個可能是從歷史上 就一直一直有 而且事實上南海的這幾個國家 包括東盟的國家 都已經在透過政治的方式 嗯 大家 尋求用政治和平的談判來解決 沒錯 就是就是因為我我我我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這邊不想要南海 一直變成一個衝突的影子 所以他才一直在倡議南海行為準則 而美國他不想要有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所以他是反過來講的 是美國在製造南海衝突才對 是 所以他把這些大陸的軍事實力增強 然後再把這些事件 全部把他 好像就把他排比在一起 然後他的結論就是一個 就是說一個具有威脅性的中國 這個中國威脅論也不是什麼新的貨色 幾百年前歐洲就有了 對不對 然後1949年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他們也是整天在講 我們小時候也有啊對不對 要嘛一下子是中國威脅 一下子是中國馬上就要崩潰了 對不對 這兩個這種矛盾的概念 相互輪流登場 今天還在講這個 西方幾百年前 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 那種 落後的概念 既不民主 更不進步 我真的想不到台灣 就是 還是 把這個 當成一個 好像 直接的就可以這樣子 講出來 然後 然後他又扯到 俄烏衝突 俄烏衝突的他的這個威脅還是那一套 民主就是他的這個 萬金有 對 理解也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俄羅斯是一個專制政權 所以什麼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很脆弱 你去問一下 國際關係的學者 或是你就稍微看一下深入一點的 這種 新聞的分析 你就用這樣的一個理由就來解釋 俄烏衝突 這個好像我們小時候那個我記得那個什麼 科學小飛翔 就是台灣 裡面有一個惡魔黨 好像那個惡魔黨人毫無理由的 他就是壞人 然後他就是做壞事 對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些壞事 然後他整天就在做壞事 然後我們就是打敗他消滅他 對 這個一個現實的國際政治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講 你說俄烏的問題 對不對 北約的東擴的問題 2014年 烏克蘭發生的這種 顏色革命 把現任的一個親俄的 這個這個這個領導人 推翻了 然後一直到種種種種各種原因 我們現在先不講這個 這到底誰對誰錯 我們就說你直接直接歸因於民主專制 這個都是 幼兒園像童話一樣 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個 那個卡通的那種邏輯 這個實在是 就是覺得 其實他在分析台海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一個邏輯 因為我們民主 那他們是壞人 壞人是專門破壞民主的 所以他們要來 然後在後面他又繼續講 他說 這個什麼民主的官再要從自家開始 我就在想 以這個 賴清德的這個民主素養 他應該不是有家天下的概念吧 所以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 自家開始 應該指的是 不是指整個台灣吧 台灣還是有不同的 想法 那他自家難道講的是民進黨 那民進黨是講的是派系分章 這個叫民主 還是 這個賴清德 也深受其害 並且 公開認證的民進黨黨內的網絡水軍 這個叫民主 這個叫做從自家開始的民主觀照 好那我們就先不講 美進黨自己家裡面有沒有民主 先搞清楚 對沒錯 然後你這個民主 又跟保衛和平 像保衛台海的和平又扯在一起 其實這個實在是 就是他偷換的那個概念 然後一下子跳來講 說是要保衛台海的和平 一下子就在講民主 而且他那個民主還是 非常非常 這種幼稚的 用民主就要解釋 所有的這個 跟 影響和平的因素 這個實在是不可取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就接著講 然後大家看看這個四大支柱 這個大家可能在這個媒體上就看的比較多了 我來念一下 我來念一下 那個賴清德他他接下來他的核心就是 他要保衛台海和平的四個支柱 第一個支柱叫做強化國防的 嚇阻能力 然後 第二個支柱就是什麼 強化民主夥伴關係 然後第三個 那是第三個支柱 然後第二個支柱是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強化民主夥伴關係 然後最後最後第四個支柱就是 要有穩定有原則的這個 領導力維持兩岸的現狀 四個支柱 一強化國防嚇阻能力 二鞏固經濟安全發展 三強健民主夥伴關係 第四維持兩岸現狀 好來那個 林教授您說 我們來一條一條看 好 我們一個柱子一直柱子來看 好 我覺得第一個 事實上 不只這篇文章 其實台灣社會有普遍都 就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要說 備戰才能止戰 所以他說這個 提升台灣的嚇阻力 什麼國防是國家安全的基石 對 這個我們也都知道嘛 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道理啊 抽象的說對不對 其實這個從以前的這個 賴清德 所謂的不認證的這個不民主的時代 就開始講了 然後 但是事實上 戰爭是 非常複雜 軍事經濟 是其中裡面 沒錯這個孫子兵法有講過 無事敵之不來 事無疑有在止 但是軍事 孫子兵法裡面也講了 兵者國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島 不可不察也 對不對 而且戰爭是最不得已的 日費千金啊 真正的善戰者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但是現在 台灣的這個 好像普遍的包括 很多主流的政治人物都認為 我們好像就說 我們有準備了 敵人就不敢來了 我們來 我們來 大家來一起來 我們來探討 這一點 頭像的講 備戰在某些情況下 是有可能止戰 對不對 但是他並不意味著 只要是備戰 就是可以止戰的唯一的 或者是最有效的手段 對不對 實現和平是有很多 很多種因素 對 不要戰爭 對 他可以通過談判 可以通過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形成什麼樣的機制合作的關係來建立 是 所以備戰跟止戰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 也不是唯一的 甚至不是最有效的 我們 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地體的例子 我們說備戰難道就止戰了嗎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不對 戰爭爆發前 每一個國家都開始備戰 對 加強軍備 將長軍事準備 對 並沒有阻止戰 造反 反而是導致世界大戰的這個 更嚴重 對 這個 爆發 對不對 然後 好那我們再講美國的南北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事實上南北雙方也是已經發現大家的一些 對很多事情 這個這個這個 立場不一樣 最近是南方的各州已經開始加強軍事準備 包括 組織軍隊 購買武器 軍備裝備 然後北方政府也是一樣 結果 沒有 沒有終止 南北戰爭的爆發 對 對不對 我們在講敘利亞 敘利亞2011年到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結束的這個內戰 內戰爆發前也是 他有各種的當政的 宗教的這個宗派 然後還有一個是 外國 我們可以直接講 就是美國的介入 對不對 導致 雙方都在準備軍事 組織軍隊 購買武器 是 大戰一直打到今天 造成巨大的破壞 人道主義 這種災難 對不對 所以 備戰跟紙戰之間沒有這個 唯一的 或是說一定的對應關係 對 你可以抽象來講 他在一定條件下 他可能 備戰可以打到紙戰 好那我們就來講具體條件 是 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 介紹台海現在的兩岸的 這個軍事實力已經 差距非常懸殊了 在這樣子的差距懸殊的狀態下 備戰才能紙戰這種說法 事實上是不成立的 因為你不可能達到你說 譬如說是恐怖平衡 像冷戰那樣子 對不對 你現在已經打不到了 對 而在這樣子 所以一個已經 軍事的力量很大 一方 然後另外一方軍事力量 其實 差距非常大的情況下 你再怎麼備戰 事實上他反而是有引戰 就是一種逆效果 對不對 包括你說 你說從那種什麼國際政治 的角度來講 有些什麼國異論 對不對 雙方在衝突中 所謂的 他們也不講什麼 什麼原理啊原則 他們就說 從現實的 最大利益化出發 嗯 事實上 當雙方衝突 軍事 雙方的這個軍事實力懸殊的時候 實力更強的 可能他比較 想使用武力 但是弱的那方 如果他開始備戰的時候 事實上是 反而是引發戰爭 因為你被視為是 在威脅 在刺激對方 嗯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簡單的講說 備戰就一定能止戰 你還要看現實的這個條件 我們譬如說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那個 91年到95年 那時候南斯拉夫 以前的南斯拉夫解體 始終有一個 小的這個 叫克羅地亞 克羅愛西亞 對克羅愛西亞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獨立戰爭 嗯 他們事實上就是克羅愛西亞開始備戰 然後進一步 刺激了 其實本來大家還沒有要直接發生戰爭 但是因為他開始採取了 包括 聽起來跟台灣現在很相信 有組織啊 然後軍事 裝備的採購 然後軍 軍隊的訓練 備戰的準備 其實這些 最後是導致戰爭爆發 更快爆發 嗯 然後而且爆發下去 事實上發生了這個非常血腥的戰爭 嗯 但克羅愛西亞最後的那個情況 就是 國際的介入所總總的 克羅愛西亞好像獨立成功 但是我們在想一下 克羅愛西亞他的當時他的這個對手是 南斯拉夫 南聯盟 那個南聯盟跟今天的 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三大的 軍事強國 是有核武器的大國 連美國都 要 跟他如果要發生對抗的時候 都要考慮的 你覺得台灣的這個所謂備戰 不管是延長軍力 或者買更多的武器 懂種的 真的就能夠止戰嗎 還是他相反 他事實上是 引起了戰爭 嗯 對不對 他其實是有可能發生 反而是引發戰爭的原因 對 你等於是讓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開始準備要戰爭 對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被這樣 才能止戰這個話 因為台灣基督成為台灣的共識 對 我想來想去我都覺得 其實他並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簡單的 對 抽象的講 一定條件下是有可能實現的 但是你要放到台海目前兩岸的 實際的 軍事政治各個方面的實力來講 他反而可能是有反效果 嗯 所以這個 這個 事實上我覺得 我們 應該想 要追求和平 其實可以透過談判 對 通過這個這個政治的這種途徑 就是透過這種合作種種的 實際上有很多種方法 對 政治手段 對 對 為什麼整個台灣好像都 剩下一個答案 就是我們要備戰 對 因為 好像備戰是 帶來和平為贏的方法 嗯 那個 周天兄關於這個 備戰才能避戰的這個論點 很多台灣人在講 那我 其實我 我 您剛剛講的這些都很好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就是 我是怎麼跟 這些台灣人他們講 備戰才能 避戰的這個論點 我是怎麼去反駁他們的 怎麼回應他們 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GDP 跟中國大陸現在應該是 22比1吧 22倍 反正就是20幾倍 有沒有到30倍 我不知道 22比1 好 那個 台灣現在的 軍事支出 佔GDP的 3% 中國大陸的 軍事支出佔GDP 1點多 那如果台灣現在要備戰 以台灣的這個 這個 體量 然後這個 GDP的比例 那中國大陸 當然 他也可以 備戰啊 所以 那你備戰 那他難道不能備戰嗎 那你備戰 他可以備戰 22 你的實力 永遠是 1跟22的這個 花費的比例去備 那你怎麼備也備不贏人家 而且你已經3%了 人家才1%點多 所以如果人家也 軍事支出達到3%的話 你備1 他可以備 那個多少 反正反正備很多啦 反正就是那個比例完全不成懸殊 你怎麼比呢 你 比個屁啊 所以備戰成成 B戰 在這麼懸殊的這個量體下 是不成立的啦 完全不成立的啦 好 不好意思哲典熊 那你進去 是啊 雖然我也同意這個 對 傑克雄的這個關係 在台灣好像都不想這個 然後另外我們就 我就想到你說 這個 易南兵役延長 對 我看很多街訪 好像就覺得 反正就是 浪費時間了 不是 不只是這樣子 絕對不會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不是 要去刷油漆 或是拔草這種事情 不是浪費6個月的問題 還有人覺得說 反正我以前也 也苦過嘛 像我也當了 對不對 一年10個月 所以好像有一種暴富心理 憑什麼你沒不當 不是的 你現在其實 你在 延長兵役也好 你去買什麼什麼布雷車也好 買什麼樣的這個 飛彈也好 其實都在 事實上是在引戰 不是在 紙戰 對啊 就是在現在的這個條件 兩岸關係的這個 不管是軍事 或者兩岸的這種政治上 現在的這種關係 你事實上是在引戰 而且 到時候就不是說 這個這個你叫你去拔草的問題 而且也不會 只是那個多大六個月的 現在的這個高高中生 這個的問題 對 整個捲入戰爭 就是我們對這個戰爭的想像 就是 實在是太 你要嘛是好萊塢電影 對不對 對 要不然你就想像說 要不然像漫畫一樣 現在想像就按按按按鍵而已啊 對 然後當然我知道大部分的 很多人其實也意識到兩岸 有發生戰爭的問題 而且這種 危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但是好像大家又有一種 一種好像無可奈何 他們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講說什麼 這種無可奈何的態度 事實上會 我們付出 這種 萬一真的戰爭發生 付出沉重的代價 如果大家都不說話 讓這個情勢繼續 往前發展的話 那個真的是 非常非常 就是危險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再往下 再往下 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 什麼 鞏固經濟發展 對 好 這個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 這個我也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推出來 但是他說 半導體 就是半導體 就是半導體 對不對 他說 然後他的那個民主又拿出來了 他說在民主化以後 台灣成為高科技產業的領頭 大家想一下 這個 我們現在的這個半導體產業是什麼時候開始 1960年代的後期 到1970年代 什麼工研院 新竹科學園區 各種產業政策 當然也包含了這種 國際的這種分工 但也還包括台灣的 你說 企業家 台灣的這種勞工 的這種 努力 還有 這個民主化又有什麼關係 你按時間點 就按蔡英文 這個 賴清德的這個時間點 這個文章的時間點 那 70年代可是最不民主的時候 對不對 怎麼會又跟民主化扯到關係 好像民主就能夠 發展出這個產業 對 跟民主化沒關係 然後你講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 那你經濟安全要 除了 除了這個 產業以外 我們肯定還有其他的 對不對 在其他的裡面 其實我們都不要否認 這個大家 從日常生活中 朋友 要面對 台灣今天的經濟還能夠有這樣子的條件 是因為 很大的一份是靠兩岸的經貿交流來 對不對 台灣是出口導向 對 我去查了一下 最新的 2022年 台灣的這個出口總共 大概是4795億美 然後對大陸包含香港 就是1850億美 4700億美 所以這個依存度大概是38.8% 大概這幾年 從40幾到38 這個還算低的 我跟你講你40%靠得跟大陸的貿易 然後這個才只是這個貿易總量 我們再來看台灣的那個貿易順差 台灣的貿易順差 去年 2002年是519.2億 對 但是對大陸 是有1000多億美 這是台灣的 如果按大陸的統計是1500萬 沒有大陸的我們就是逆差 對 我們就不講大陸的 我們就講台灣的統計 一倍 對不對 沒有大陸的就是1000億美元的這個順差 台灣就變成逆差 只逆差一倍 對 然後你說這樣子 這樣子大的 然後就算是 台灣講的這個 這個全世界只有我們有的 這個這個 什麼 半導體的這個生產 事實上也 也很大一部分是比較往大陸的 對不對 我們對台灣 這個對大陸出口大概是有 1160億美元的電子零件 你半導體的 大概佔台灣對大陸的這個貿易的60% 所以就算是台灣的資助產業也是依靠大陸市場 所以這個文章說要鞏固台灣的什麼經濟安全也好 供應鏈的安全也好 我就想請問你40%的貿易依存 接近40%的貿易依存 是兩岸 你這兩岸關係都搞不好 你就想著要脫鉤 這個算哪門自己的鞏固 而且拖了蔡英文拖了8年也沒脫鉤 對呀 而且你也脫不了 對 根本也沒脫鉤 講來講去也沒脫鉤 然後你一方面說 那時候什麼搞這個反對服貿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執政了那麼久了 對不對 然後大陸說要開始對這個實行 台灣實行這個什麼貿易限制措施 的貿易壁壘調查 哇你又跳腳了 對 我們憑良心講 台灣列的那個算不算 這個你就不講什麼 國與國或是什麼樣 你就講那個 大家都是進入 WTO裡面的 經濟實體 你這個能不算貿易壁壘 你擺明的就是貿易壁壘 對 人家開放 讓你進去 然後你不讓人家進來 然後列了這個2000多個不准進來 對 這就是貿易壁壘 是 對不對 所以你的你的到底的所謂的安全到底是什麼 如果兩岸的政治的關係都說 哇你40%的貿易的 這個對象你就搞不好 然後甚至會發生戰爭 對不對 還有什麼經濟安全 還有什麼供應鏈的安全 對 對 那你只想脫鉤 現在就問 你脫鉤對台灣經濟好嗎 對台灣台有百姓有利嗎 對 台灣民眾會接受嗎 還有剛才 傑克雄講的 你有可能做到 對不對 8年也沒做到啊 都沒有做到啊 那你的這個什麼什麼經濟安全 什麼鞏固 鞏固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什麼供應鏈安全 對 你能做到嗎 你到底在做什麼 嗯 這個這個這個也是 對不對 然後再來我們再講這個 第三個支柱 第三個支柱蠻有意思 什麼世界民主國家建立更強健夥伴關係 這個這個也是 好吧我們 就一個人講 世界民主國家 然後他他後面有一個正文 他提到 什麼叫做我們建立了這個 什麼更強健的夥伴關係 是派醫療隊到烏克蘭 對 又要趁這個 俄烏戰爭的熱點 是 好 我念一下 台灣派遣了全亞洲第一支醫療團隊到烏克蘭 為戰火下受傷的人員跟當地居民提供緊急救難服務 然後也見識到 世界各國的議員非政府組織智庫跟政府代表紛紛到訪台灣 代表著即使在北京的壓迫下 脅迫下台灣並不孤單 好來 好我們先講你派醫療隊這個當然是一個好事 對不對 對 但對不起 大陸也談 而且大陸派的這個 事實上我看了一下新聞在3月的時候 我看 大陸對烏克蘭提供了1500萬美元的人道 主義物資援助 然後呢 我們不是 喜歡把這個 俄烏的衝突講成是這個民主的 我們那個 澤倫斯基 對不對 對 這個民主的現在的英雄 4月26號 習近平跟澤倫斯基通話 我們來看看這個 習近平講什麼 習近平講說 中國 不是這個 事情的當事方 但是 作為這個 也不是製造者 對不對 但是我們 就是中國大陸是要 促進和談的 這是習近平的在這個 這個這個 因為這個肯定是自治都已經 雙方都認同 對沒錯 通不出來 對 然後他說 中方作為聯合國常任的 安全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負責任的大國 既不會隔岸關火 也不會拱火交融 也不會 趁機牟利的事 這個指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 是的 中方 作所為 光明正大 然後 堅持 促進和談 盡快停止 戰爭 然後 中方還派出了這個什麼歐亞事務的特別代表 烏克蘭這都已經去過了 用政治解決烏克蘭 危機 從各方深入溝通 中方已向烏克蘭提供了大批的人道主義援助 願意繼續 盡己所能 提供幫助 按台灣的標準 這個就是跟 這個世界民主國家建立劍強的夥伴關係 說實在啦 這個還更像一點 對不對 比你派一個醫療隊還更像一點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讓台灣更 我們澤倫斯基也有回復 他們會談以後共同發表 我們來聽澤倫斯基怎麼講 澤倫斯基說祝賀習近平主席再次當選 贊賞中國取得的非凡成就 相信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 中國將成功的對應這種吵架 繼續向前發展 是 中方在國際事務中 秉持聯合國憲章的終止和原則 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烏方 克首一個中國政策 哇這個台灣聽了就很難過啦 對不對 他這跟習近平在這個交流以後的公佈 又一次強調 烏克蘭是克首一個中國政策的 希望同中方展開全面的合作 開展 烏中關係的新篇章 共同致力維護世界 和平與穩定 然後這件事情 還介紹了當前烏克蘭危機的看法 然後感謝中方為烏克蘭提供的人道主義援助 歡迎中方為恢復和平 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危機 發揮重要作用 這個是哲倫斯基的話 這個才是 請問一下 如果台灣 所理解的 哲倫斯基是什麼民主的英雄什麼 對抗這個獨裁的 專制的政權 按台灣的標準 對不對 或是賴先生的這個文章裡面的標準 習近平 應該是哲倫斯基對話的對象嗎 嗯 對不對 所以你的那個什麼所謂的 民主 什麼更強健的民主夥伴關係 應該是中國 中國習近平那邊建立了更多了嗎 應該是這樣 是啊 你大家自己看嘛 對不對 這個都是擺著的 對不對 好 再來 他另外一個 他就是剛才 捷克雄念導 邀請各國的國會議員 非政府組織智庫與政府代表 紛紛到訪 這個叫做建立 常見的夥伴關係 我想台灣民眾已經不太會相信了吧 還是有一些了 從更早之前的 對不對 台灣不斷的用人民的納稅權 去做這種國際的公關 對 3月的時候 對 已經爆出來 台灣駐美代表文化代表處 在美國 跟這個什麼政治公關公司簽署合約 內容記載 請這個彭培奧來 是花了15萬美元 大概422萬 對不對 最近上個禮拜的新聞 英國那個 幹過最短的這個首相 對不對 嗯 訪問台灣 特拉斯 有9萬 對特拉斯 9萬 英鎊 就是 我們都可以想像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說啊 民進黨可能要講這個什麼假新聞 那我們來看看美國司法部公佈的數據 因為他們那個 如果要做遊說啊 要做什麼 都必須要有 司法部是有登記的 2019年 這個還是比較舊的 我相信後來的2001 0102 更多的 台灣 花了500萬美元 雇了7家的公關公司 在遊說美國 這些國會議員 然後90%的美國國會議員 都是台灣的遊說的對象 包含佩洛西 而且佩洛西可能是 這個受遊說支出最多的 台灣一年 就資助了 143場競選 然後台灣的這個 退休息接受台灣政經 這個都還是已經 公開的在美國司法部 登記的 是最高的程度 所以你就花錢 來讓他講這種台灣的執政者 想聽的話 這個叫做 堅強的夥伴關係 對不對 而且我們 夥伴關係這個當然是很好 但我們不能把說有外國人來 或是我們到了哪裡 這個就叫夥伴關係 對 夥伴是平的 是自主的 我們現在就講 我們很喜歡講說 美國是我們的什麼民主的夥伴 我們就是我們到底是美國的 夥伴還是美國的棋子 我們就來分心 第一個 你說我們有沒有自主性 有沒有平等 夥伴關係可能要平等 對不對 大家相互尊重 對 然後在決策的過程中 可能是自主 我可以決定我要參與哪個領域的本作 哪個領域的本作 對不對 但是如果棋子就沒有 其實是喪失的自主 自己的自主權 決定權 是被迫執行他人的意願 這個叫棋子 嗯 再來我們看這個 夥伴關係跟棋子的區別 從目標 如果是夥伴關係的話 目標是實踐共同的利益 對不對 對 或者說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對 然後 但是 或者說在這個共同利益面前 雙方是受益 對 但是如果你是棋子 你是服務於那個比較強的 我們講白的就是美國的利益 對 對不對 對 怎麼會是為我們利益 請問今天要抗中保安的是我們嗎 還是美國 我們為什麼要去當這個棋子 對不對 然後 你當棋子 棋子的工具是沒有自主性的 對不對 你就看這個意願跟 所謂的合作 有互惠嗎 我們有互惠嗎 台積電 我們叫做護國神山 說搬就搬啊 對不對 甚至還有政客講說 要來這個 要把他炸掉 就很奇怪 你台灣一個 國防部也好 或者台灣的這個一個總統也好 有一個國家的有一個 政治人物說要來炸你的國家 你竟然沒有任何的這個反應 而且來炸你這個國家的最重要的一個支柱的場面 對 這個叫做夥伴 對 世界上有這樣的夥伴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嘛 我們 到底我們跟這些國家 不管是 美國也好 或者我們就去裝講美國 我們有沒有自主 我們說好你覺得買武器 可以什麼備戰 紙戰 你買武器是按你的意思決定的嗎 對不對 這按了你的 你的利益決定的嗎 不是 對不對 對 這種種的 其實台灣這個現在這種 不管你是撒錢 叫一些政客過來 做個秀 對不對 還是 還是 所謂的你說這不叫做夥伴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就聽到這個夥伴關係 我就覺得 這個 看了就覺得 跟那個概念的轉身就不分了 大家可以直接去 就是大家再去想想 到底世界上的夥伴哪有這樣的夥伴 對 沒錯 好 第四個 第四 那個 澤元兄你講第四個資助之前 我補充一下 他的第三個資助就是你講 夥伴關係嘛 那 賴清德他舉那個什麼例子 就是說 世界各國的議員啊 非政府組織啊 智庫啊 都紛紛到訪來台灣 代表著在北京的脅迫下 台灣並不孤單嘛 對不對 賴清德 大家講 但是事實上 世界各國的什麼 議員 非政府組織 智庫 政府代表 到訪中國的 更多啊 那是不是比較起來 中國更不孤單 葉倫也訪中 布林肯也訪中 拜登那之前 他們在哪裡見面 我忘了 反正就 訪中的那個各國領袖政要 馬克宏還訪中 那中國更不孤單 你比不孤單 那中國不是更不孤單 那比較起來 那到底誰孤單 對不對 我在講 真的 覺得他這個邏輯已經 就是 完全 沒有邏輯了啦 我真的覺得 受不了 來 第四個支柱 不好意思 你說 不會不會 我也贊成 說法 你就用同樣的標準去講 對啊 那不孤單 那孤不孤單 那比較嘛 那人家不是更不孤單 對不對 那怎麼樣 那要比朋友 人家不更多 好 來 第四個支柱 我來唸一下 要有穩定有原則的什麼兩岸領導力來維持什麼兩岸 現狀 近年來北京 堅持習近平 指稱是為邁向統一且符合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而斷絕兩岸交流 解放軍對台灣 日本 與我們在南海的鄰國 虎視 歷史丹丹丹下 全球軍事緊張 持續升高 哇 這個我真的是 我自己也要先怼兩句 什麼叫做 習近平 你指稱是為邁向統一 且符合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 而斷絕兩岸交流 九二共識本來就是一中原則 啊 北京 北京要統一台灣 這是親文嗎 這個 本來就是要統一台灣啊 所以九二共識本來就是在一中原則下 一個中國 就讓 國民黨的 講法也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啊 這什麼 這本來就是如此啊 什麼 什麼 因為這樣才斷絕兩岸交流 才不是 九二共識才能兩岸交流吧 不好意思 那個哲學兄你繼續啊 然後他這個詞也用的很奇怪 他是兩岸領導力 不知道我這個就不太懂 他這個兩岸領導力我就很奇怪 民進黨現在連跟 兩岸嘛 就是雙邊嘛 對不對 你現在跟大陸都談不上話 對不對 對話都不能對話 你何來的兩岸領導力 對不對 好然後你還講說是 穩定且有原則 我們現在就來講原則 我們來講 賴清澈是中華民國的副總統吧 要選下一屆的總統 對 那中華民國的憲法算不算冤則 你就要問 中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中華民國的領土依其固有疆域 對 非經國民大會是絕對不得變革 對 那固有疆域是包含大 對 現在台灣已經完全都整個社會 整個那個概念都變了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對 對不對 對 這個原則你遵不遵守 這是第一個好 另外你賴清澈是民進黨 你民進黨有台獨黨 你遵不遵守 嗯 算不算原則 這個黨員作為這個對黨綱的一個 這個原則你應該要遵守吧 那你何來有 原則之所 這兩個原則你都沒有遵守 嗯 對不對 嗯 然後他 在今的這一段就是 又是老樣子 責任都推給大陸 甚至就推給習近平 譬如說他說這個九二共識 剛才 捷克雄也講 九二共識是1992年對不對 雙方以口頭方式達成 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人 對 現在台灣九二共識有各種各種版本 對 覺得大家就去看一下那個時候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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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嘛 對不對 確實是雙方都認同 一個中國 對 但是確實也有不認同的地方 我說沒有打成共識的 就是大陸說 這個是事務性協商 對 先設到一個中國的 這個界定 對 但是台灣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對 其實大陸 這個部分是沒有共識的 但是大家說一個中國就是有共識 對 大家不要忘了 他那個海協會海基會能夠簽是受到授權 嗯 為什麼授權 是李登輝當時的國家統一會授權 對 事實上這個台灣新聞大家都可以去查 對 九二共識當然他是一個比較長的這個談判 兩岸交流 對 蘇信往來的過程 對 但是 他之所以台灣的 有機會敢去跟 協會談 是因為1992年8月1號 大家回去翻新聞 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 通過了一個中國內涵的結論 這個我念給大家聽 你現在聽起來大家都已經 好像都講成 第一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嗯 但雙方賦予的行律有所來 對 後面就講他 這邊覺得是中華民國 而且主權集於大陸 對 所以目前的治權 緊急於台銅金 這個就是 這個在我們現在的憲法也是如此 對 對 就是8月1號的那個 國統 國家統一委員會 通過了這個結論 事實上海基會是帶著這個 國統會的這個原則去談 嗯 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是 1949年後 中國暫時 分裂狀況 這兩岸是兩個政治實體 嗯 第三 這個我們現在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 這個 都 不可想到 嗯 因為台灣已經制定了國統綱領 是以制定國統綱領來 開展統一的步伐 嗯 這個是 李登輝執政時期 1992年 嗯 你現在一直講說什麼 九二公司還有什麼各種版本啊 什麼整個公司就等於什麼的 或者說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這大東西在那裡 嗯 然後你現在推了習近平 習近平先生1992年的時候是福建省 福州市委書記 你現在 就是我們那個就很幼稚的 就是說所有的問題就推給不民主啊不民主就推給好像某一個人 對 對不對 對 然後 所以 不知道你這個所要維持的這種 所謂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對 這個就牽涉到他講 台灣很喜歡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包括美國也這樣講說 反對這個答案方面 破壞台海 現狀 對 現在講台海講現狀 嗯 現在或是說 在現在這個文章裡面是講維持務實及一致性的兩岸 政策 努力不懈的安慰兩岸的現狀 大家都提到現狀 嗯 就來講什麼叫做一致性 什麼叫做現狀 對 我問問看 李登輝的那個國統會有國家統一綱領 那個國統會的那些政策算不算現狀 1992年大家得到的這個兩岸同組一個中國這樣子 在出信網案中 明確一下 這算不算現狀 嗯 他是不是被改變了 嗯 然後李登輝到了1999年提出這種 特殊的國語乳關係的所謂的兩國論 嗯 這個算不算改變的現狀 你講的現狀到底是什麼時候的現狀 對不對 然後陳水扁上台以後 對不對 他廢除了 他快要下台2006年之後廢除了國統會 跟國統綱領 這算不算改變現狀 你怎麼可以說 是誰要企圖改變現狀 台灣已經在改變現狀 而且是大大的改變現狀 我們就不要講這些條文 我們就講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 嗯 我們自己在90年代 00年2000年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講什麼中國台灣嗎 嗯 我們都是中國人 對 對不對 你可能對大陸的什麼政治制度啊 你不滿意啊 你對他有一些批評 這是一回事 但是大家都說我們這是中國 對 這個現狀已經被 不管是你教科書也好 這個媒體的宣傳 政治的宣傳 已經被改變了 嗯 1992年大家達成的那個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 而且實際上那個教育公司其實還會共同追求 追求國家 對 對 對啊 你這個現狀你已經把人家改變了 你怎麼一直說你 要維持什麼現狀 嗯 對不對 嗯 然後尤其是到現在 我其實現在我們就還是還是就這幾個嘛 就剛才 別客說講 你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那個僵域的現狀 是讓台灣已經在給人家改變了 嗯 對不對 嗯 然後有一個說法什麼 台灣早就已經獨立啦 反正名字現在是中華民國啦 嗯 對不對 或是他講 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是台灣 就在那混來混去 對 但是你這個就是在改變現狀嘛 質感口頭改變啦 而且還質感口頭改變 有種就改宣法 沒種 是啊 對 對不對 你也不敢去改那個宣法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 我就不知道問你 你現在維持了哪一個現狀 嗯 然後我們就講那個國際 你是不是一個國家是承認 那個還不是你自己說的算 對 對不對 對 你還要 進階各國 在這個國際關係上 嗯 沒錯 台灣現在中華民國有13個 方交國 嗯 他們是承認中華民國 嗯 對不對 人家大陸有179個聯合國 嗯 會員國加3個不是聯合國 總共182個國家 人家是不承認中華民國 這個算不算現狀 這個台灣人聽起來 這樣很難接受 人家是承認中華民國 而且他們 要建交的時候 這182個國家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標的時候 他都要寫說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文藝合法 對 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 這個是不是現狀 對 然後1971年的 10月 這個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 嗯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再聯合國 他是叫恢復聯合國的一切 權利 承認 他是政府代表 繼承中華民國的權利 對 一切的 這個合法 這個組織 包括在1972年5月的時候 那個我們台灣最想加入那個世衛 世界衛生大會 這是聯合國下 一個組織 事實上他是有明確的一個 25.1號舉例 他說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 你很獨立的地方 嗯 所以我們現在到聯合國裡面看對台灣的稱謂是 台灣 中國的省 台灣Provence of China 嗯 這個是不是現狀 嗯 事實上是你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嗯 你把台灣跟中華民國兩個混淺 你把中華民國實際的 就是他能夠統治的地方 變成了是他的領土的方法 這個才是在改變現狀 這個在稍微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曾經走過這個 80年代90年代 到2000年到現在 我們都知道現狀在改變 是 怎麼會 怎麼會說沒有改變現狀 嗯 對不對 那你自己改變了 你現在人家說你不能改 我們可不可以回到那個92年那個時候 你又說人家是在改變形態 嗯 這個說不過去啦 台灣我們真的是應該 好好 就是要張開眼睛去看 這個世界也好 或者去看那些 這個前面不是說要有原則嗎 我們來看看這些原則 到底台灣 是不是 他們現在講的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嗯 是嘛 台灣是中華民國 當然是中華民國的部分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這樣講 中華民國是 他的領土是包含 台灣的 標準 包含台灣跟大 對 你現在一下子都是 中國台灣 中國台灣 這個是已經被改變的現狀 嗯 更不用講那種教科書啊 甚至你說在煽動這些 對大陸 這樣子真的是 我覺得 哎呀就是 你要你要講現狀真的是 大家應該張開眼睛來看看 什麼才是現狀 嗯 然後好吧 我們就回到這張文章 他要回到的是 他開頭也講到那個27年1996 對不對 1996年至今 對 對 台灣經歷許多改變 他說他說我對台灣的承諾 和27年一樣的明確堅定 當然就是 開頭講的那個96年的時候 對 好 我就來問 1996年的時候台灣 還是有國家統一的文會 還是有 國統綱領 國統綱領 你是不是 要 像27年一樣堅定 我們來看看那個國統綱領 裡面的這個四個基本民者 大陸和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 不成國家的統一 是中國人共同的主任 這是台灣的 這個到現在陸委會的網站上都還可以查到 然後 中國統一 應以全民的福祉為一 不是黨派之爭 中國統一應該發揚中華文化 維護人性增援 保障基本人權 實踐 民主法治為宗旨 中國統一 其實機和方式 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 而維護 其安全福祉 理性和平對等 互惠的權責下 分階段逐步打成 這是國統綱領 泰晶的念之在之 27年前 你是不是在贊成 這個 對不對 這個現狀是被 陳水扁到2006年 2月28日 宣佈 所以國統綱領不再使用 1996年 這看 賴清德先生的人生的轉折 那個契機 是有國統綱領 那你今天在講 所以你整個四個 資助 第一個 你真的稱不上它是一個所謂 什麼 寒衛台灣 海海和平 計劃 對 實在是說不上 嗯 然後 然後呢 你又中間衝刺著 但這個很多次 台灣社會有 備戰 指戰 對 民主 獨裁之爭 民主 和平 夥伴 對不對 現狀 對 其實我覺得這些所有的概念 大家都 因為跟我們都息息相關 嗯 我覺得今天這個文 這樣的一篇這個文章啊 僅僅是反映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這個也是只是個人的一些觀察 把這個想法提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吧 嗯 對 這個 真的非常謝謝這個澤元兄啊 不吐不快啦 看到賴清德講這個 但是吐槽 有一句話這個吐槽點太多 我一時都不知道從何吐起 我就從頭吐到尾吧 好啦 但是就是 就是真的啦 他這個 你講真的 具體內容 這個文章就是好像 這種文青式的語言 乍讀之下 一剛讀就 好像念起來都氣勢磅礡 但是你細細推敲內容 你根本就不經推敲 就沒有邏輯也沒有道理 對不對 就根本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 台灣人還是要 看清楚啦 當然我覺得很多人 可能 很多台灣人也被長期的這個 從李登輝以來 然後 這個民進黨 還有李登輝 編織的這個泡泡裡面 活的就是 對外界的認知都已經 不太一樣 就沒有一個 針對 事實沒有一個客觀的認知 那你當然 沒有辦法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何況一般老百姓 他實在對新聞的理解 都比較淺疊一點 這也 難免啦 所以 我們盡量吧 五倍精力而為啦 趙元兄 你要回台灣投票嗎 應該會吧 不過那時候在學期中 我不知道 這個學校 課程有沒有辦法 對啊 那個 不投還好 如果要回來投 那還真不知道要投誰 對啊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發出 自己的聲音 民眾 我們就是說網友 大家其實現在取的信息 嗯 取的這些資訊啊 都可以 網路上都可以看 嗯 然後 你說 其實我們年輕的朋友 其實都 自己都可以去查一下 比如現在台灣的這個 這個專業叫做 叫做信息減防啦 對 就像一個那個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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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嗯 長減一樣 嗯 對 然後我們再仔細把 像這樣的一個短短的文章 大家自己去想 他其實反映了很多問題 有些我們可能不只是 這個民進黨這樣子宣傳 可能很多其他的黨 或者說整個社會 對 那也覺得理所當然 對 那我覺得 其實 就是 多思考 多聽 多看 當然 有機會現在 譬如說兩岸其實 之前 前面三點是疫情 嗯 對不對 你知道很多年輕的朋友來這裡讀書也好 來這裡 看看旅遊也好 交流也好 嗯 甚至有人來找工作啊 因為我覺得都是一些打開自己的眼界 嗯 然後當然我們 不只是說 像我 長期都在大陸 真的還是很關心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有種 親戚啊 朋友啊 同學啊 這種新人 這種新人 反正我覺得 台灣真的是 就是大家 對於這個 基本的這種 兩岸也好 國際啊 政治啊 都沒有一個 看起來稍微比較理性一點 或是說視野比較寬廣一點 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嗯 就是期待有年輕的朋友利用這個網路 像我在大陸我的學生 他們都是看B站啊 就是那個哔哩哔哩 B站上面也有很多年輕人自己做的 討論什麼 政治啊 歷史啊 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看 因為懶得看書 那就去看看B站嘛 看看你其他的這個大陸的年輕人在怎麼想 那你要辯論也行 那你首先要知道人家怎麼想 對 對 對 就是期待大家 能夠 這個這個 而且加上年底的這個 明年初的這個選舉 確實是 我們你說以前大家模模糊糊就算了 但是確實是接下來 是面對真的是 我們在大陸生活 跟社會周遭 這個朋友 跟同事在談 都覺得是 我們有這種 戰爭衝突 你會擔心嗎 昨天就你會擔心 對啊對啊 你會擔心 當然會擔心 因為台灣這樣子繼續走 真的是 如果台灣的一般的老闆 不發出這種 我們不做美國的旗幟 你看 你說前一陣子我們今天沒聊 我們以美論 對不對 以美論這個是一個開始 然後民進黨既然出來講說 不能以美 以美叫反民主 我覺得奇怪了 我說這個 科學的精神不就是懷疑嗎 對不對 為什麼不能懷疑呢 什麼叫做懷疑就是 反民主 對不對 沒有這個道理 那如果你說美國不能懷疑 那以後你是不是 你民進黨也不能懷疑 你什麼政策 你的民主的精神裡面怎麼會有一個 不能懷疑這個部分 對不對 而且有很多客觀的事實感在那裡 所以大家覺得我們 兩岸可以談 也談過 對不對 然後談的過程 那八年也有很好的交流 也沒有發生戰爭 有很多人也在這裡生活 然後我們在經濟經貿上也有很多的 講案的這種 複補 為什麼一定是備戰 為什麼好像只有戰爭 才是唯一的這個 選擇 對不對 更何況戰爭也不是講的那麼簡單的 什麼民主獨裁 對 什麼什麼什麼 民主人家就要來打你 不是這個嘛 對 對 沒錯 沒錯 好啦那個 希望大家一起思考吧 一起為這個 和平努力吧 好那個非常謝謝這個 澤遠兄 謝謝大家在線上網有聽聽林老師上了 這個 剛好上了一堂課 就是 也 這個 澤遠兄以老師的角度也鼓勵我們台灣的 各位朋友 大家真的多多思考 那個資料也多看一下 你又沒有防火牆 你愛去哪裡看就可以看 走出自己的信息減房 多看看這個 有時候可以多來這個大陸這邊平台 看看一些資料 當然也可以多來這個我是柳傑克的頻道 看看這些 資訊 也是很好的選擇 這個非常謝謝澤遠兄 我們這個 以後有機會我們多臉 好不好 多發表一些這個你的看法 好不好 非常謝謝 謝謝澤遠兄 謝謝 謝謝澤遠兄 謝謝各位網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